俄軍的冰雹多管火箭直衝天際 十多枚火箭全都對準 乌軍陣地而去 俄羅斯國防部似乎想要證明 俄軍沒有彈盡原決 同一時間最高統帥普清 參觀國防武器大秀 顯示俄軍各種先進裝備 樣樣不缺 普清看到這輛武裝吉普車 身旁軍官門都開好 要請普清威風試駕一下 沒想到普清直接把門關上 似乎對自家武器信心滿滿 不必再試 除了考察武器 普清還參加俄軍年終國防會議 他再度定調 俄羅斯跟烏克蘭本事同更生 不過普清的溫情攻勢 顯然只是說說 因為他早就認定 烏克蘭背後有西方勢力介入 所以俄軍要部署 先進的戰略核武來對抗 俄國議員並非口出狂言 因為俄軍早在今年4月就已經成功試射 薩爾瑪特洲際飛彈 這枚可期待10到16枚分島式核彈頭的飛彈 能夠在高空中子母彈頭分離 多連打擊 而在飛彈重返大氣層時 還能借助先鋒及音速載具推進 飛行速度比音速快上27倍 想攔截難入登天 這兩款武器搭配堪稱地表最強 薩爾瑪特加上先鋒的 這樣的一個設計理念 會成為俄羅斯手中的絕對王牌 和超強的殺手劍 只是烏爾戰場上的膠著狀態 恐怕不是薩爾瑪特就能解決 所以俄國國防部長 蕭伊古就建議 可再增兵三成因應 成了新武器跟增兵 俄軍還不忘實戰演練 西邊跟白俄羅斯聯合軍演 在遠東則是派出軍艦跟解放軍 海上操練 就連在北極都能看到俄軍 CN就發現俄軍重啟前蘇聯時期的舊設施 似乎企圖控制北極掌握熔兵貿易航道 讓美國北方門戶洞開 俄軍全方面威逼 難怪澤蘭斯基這趟美國行十萬火機 他們急需的愛國者飛彈能夠在160公里之外 遠遠的高空攔截飛彈 但是代價就是發射一枚燒掉1.2億台幣 俄羅斯跟美國宛如把烏克蘭大地當成軍事對抗的實驗場 重啟無止境的軍備競賽 普京在國防會議上的這些話更顯寓意深長